小时又起热爱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孟轩 先给大家分享关于墓影人的冷知识 本期评论主题需要感谢这些小本来留言 如果你有想了解的物品生物冷知识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方留言甄选 对了 在看之前希望大家点一个免费的赞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墓影人算是早期远古版面的产物 最初的小黑拥有着绿色的眼睛 全身散发着黑色粒子 而且在墓影人被击杀之后 他们剩下的掉落物是钻石而并非墓影珍珠 总说这之墓影人十分惧怕水源 哪怕是身上着火也不会主动灭火 但早期的小黑远比现在大胆 他们为了追杀玩家甚至不惜进入水中 但奇怪的是同样拥有水源的利耀锅 墓影人却丝毫不畏惧 所以借此特性你甚至还能通过幽灵水源 给他来一场水中沐浴 墓影人自身的特性也十分有趣 借助他能够反弹弓箭的能力 你可以自作一个穿墙神器 将他放入船中紧贴墙面 把箭射入小黑的身体 剑则会自动穿墙设计到后方 墓影人拥有搬动任何方块的能力 不论是坚硬无比的机炎 还是他自身惧怕的水方块 墓影人都能够直接搬动 而且当小黑手持物品时 他们是不会占用刷拐上线的 这就意味着你只需要在墓地 种下一颗无限繁殖的红蘑菇 接下来你就会看到 数不胜数的小黑将会在这片墓地大陆双方 无限泛滥 而GSH夫妻就因为这件事情 险些被一颗红蘑菇 暴飞了整个墓地 墓影人是一种十分记仇的生物 甚至给墓地的boss墓影龙 攻击他们一群小黑 也会联动对此发起反击 而GSH夫妻你只需要将指正 持续对准他们的眼睛 小黑将会一直被钉在原地 无法动弹 击杀小黑的方法也特别多 你可以借助两格方块 见血合船轻松收割 或者站在三格方块的高度上 也可以做到无伤击杀小黑 墓影人并非天生免疫一切飞行工具 在远古版本中 你依然可以利用弓箭或者雪球 对墓影人造成伤害 而他们也并不会瞬移和反弹 转到现在的经验版本 你可以借助鹿配合烟火之星的烟火 同样能够使飞行工具伤害到小黑 墓影人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早期设定 在之前的版本中 他们也会如同僵尸一样被阳光灼烧 而且被燃烧后的小黑 发出的却是僵尸的影响 甚至最早的小黑刷鬼蛋是绿色的 而且它被翻译的中文名还是以太人 更有意思的是 身为墓影人天敌的墓影网 最早的生成机器 却来自于小黑的瞬移 每当墓影人瞬移时 就会有15%的概率 产生出一只墓影网 好了 那么关于墓影人的冷知识 已经交给你们了 这个免费的赞 当学费不过分吧 讲完了 那怎么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